2020年9月10日 EMUI 11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 带来了全新的主题 各种吸频风格 加强了各种动效和稳定性的提升 以及更强大的多频协同 11作为EMUI系列的重大升级 或者说是最后一次升级 也是华为从安卓过渡到鸿蒙系统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们在这期的体验之中 发现了很多鸿蒙的理念 比如各种分布式的能力 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鸿蒙系统的公测应该正在进行之中 很多小伙伴应该已经抢先体验上了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 EMUI就是鸿蒙的根基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炯 欢迎收看本期手机灵魂系列 我们来聊聊可能后面不会再更新的EMUI 正边开始之前还是先例行问一下大家 正在看视频的你有多少人在用EMUI的手机呢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呢 可以打在公屏上 部分人初见EMUI 第一感受应该是不太适用 EMUI一直秉承了成熟稳重的风格 你跟ColorOS对比一下 一个小妹妹一个大叔的感觉就非常明显 也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不好看 首先看图标绘制 电话短信浏览器 相机 这些图标都是扁平的 而阅读和图库呢 又非常的立体 再看一下设置 所有图标都有两个颜色组成 除了智慧助手 它都采用了四五种以上的颜色 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突出它的属性 但是和其他图标明显不搭 再看一下别家 在拍屏很彻底的同时 也没迫害整体风格 设置中没有区切留白 且主要采用文字注视 很少用图像的形式去展示功能 对于经常接触手机的年轻人来说 这些注视意义不大 但是你想一下 对于不常用手机的长辈来说 有的时候他想进设置调个三 这些注视 是不是就显得十分友好了呢 当然你可能会说 这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并不太影响使用 但元素越多就越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视觉干扰 更何况EMUI的配色本身就偏深一些 无形之中给人用户一种重重的感觉 咱们还是和ColorOS对比 在默认界面 这个风格区别就非常明显 第二个 主题和西平 当然衣服不好看 咱们可以换一件 我们也可以换个主题 自带主题中的星夜彩绘和碧海金沙就很不错 再把周面网格调成5x5 让图标占用面积变小一些 拿起来要耐看许多 这次主题还加入了一镜到底的概念 正在使用MIUI和Flyme的小版一定非常熟悉 它就是从西平到锁平再到桌面 一连串的动画体验 但EMUI的动画幅度不算大 没有那么花里糊涩 相比之下 MIUI12的超级壁纸 虽然炫酷 但看久了 难免会有视觉疲劳 并且复杂的动向 占用了大量的算法 这也是导致MIUI解评卡顿的罪魁祸首之一 你可以选择艺术风格的西平 这些艺术有蒙德里安 矛盾空间 街头文艺 蒙德里安是荷兰著名的画家 是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 说简单点 就是把你看到的主体 以大色块的形式给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拍摄的图片 提取主题色 塑造属于你自己的专属定制西平 你也可以拍出大师奉范 另外几个是不能自定义的 它们的风格有点类似于纪念碑谷 比如这款图案 注视上面的横线 看起来就像是向右倾斜 你注视下面的横线 看起来就是往左倾斜 这种透过视觉产生的落差效果高级 可以选择小鹿样式的西平 你看它它就看你 是不是要感动的落泪 终于有个人能跟你眉来眼去了 如果你是个喜欢吃炸鸡的不爱 比如说我 是EMUI的隔空操作 你就像交响乐指挥 你做什么动作 手机就会显示什么功能 比如隔空滑动屏幕 播放和暂停音乐 以及隔空截屏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功能滑而不实 在遇到一些不方便用手操作手机的时候 这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准确率也很高 相较于传统电源加音量键截屏 EMUI加入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快捷方式 直关节双击屏幕即可截屏 干净且优雅 深藏功于名 这些小功能合理利用 确实能够大幅提升你的使用体验 在大的功能上面 EMUI也绝对不含糊 本期视频由小白油品APP赞助播出 小白油品专注精品二手好物 各品牌新款安卓旗舰这里都有 比如说小窗和分屏 EMUI可以从屏幕两侧向内滑动 呼出快捷栏 拖动其中一个 就可以和当前应用进行分屏 按住中间小红条 就能自由调整两个应用的分屏占比 清点快捷栏中的应用 就可以以悬浮窗的形式展示 你可以自由移动位置调整大小 不想用了 点击左上角的缩小按钮 就可以将悬浮窗 缩成悬浮球收纳一旁 你可以收纳多个这样的窗口 根据需求随时打开使用 好熟悉啊 这里是不是要手动 at一下微信张耀龙啊 并且它和flyme不一样的是 点击悬浮窗外面的面积也不会消失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利用 在吃鸡这个游戏里 游戏节奏大致可以分为 前期广场打拳 中期搜索物资 后期跑毒钢枪 前两个步骤相对来说都比较枯燥 你可以边搜物资边看直播 遇到危险 立马把悬浮窗收纳成悬浮球 专心作战 然后你没打过 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看小姐姐的直播了 宁愿不知道和你打游戏的队友正在干什么 第五个翻译 之前我们在MIUI中提过AI字幕 EMUI同样也有 它可以识别外部音源或者媒体声音 将听到的音频转为文字 EMUI有一个MIUI没有的点 就是能够将英文实时翻译成中文 在观看不带字幕的美句时 即使听不懂生肉看手发 有实时翻译也总比没有强 另外大家心心念念的 日文韩文也在测试之中了 哇这个真的是太感动了 我要为我之前问我有没有日文 转中文的那个朋友 偷偷的感谢一下他 我已经连夜发右键催促EMUI 赶紧攻击日文 相信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说到翻译 自然也要聊一下EMUI的智慧时评 在浏览器里 双指长按即可出发 点击全屏翻译 就可以将英文翻译成中文 看见左下角的滚动截屏了吗 点一下 一个全是英文的网站 就全变成中文了 对于经常浏览英文网站来说 帮助极大 第六吧 生产力 作为一个在商务人士中 口碑非常不错的品牌 EMUI在视频会议方面 下了不少的功能 这个在其他手机方面 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 华为系手机之间 可以倡联视频通话 如果在家 你收到了临时会议通知 家里游太乱来不就收拾 点个更换背景 避免这种尴尬 看 我们可以换一套新的房子 也可以假装自己在旅游 除了视频通话 华为手机之间 还可以互传大型文件 我们都知道 网盘不办会员 速度是比慢于海慢 但是这个大型互传 就没有这种顾虑 像电影视频这种大型文件 也可以不经过压缩 直接发给对方 甚至比苹果的AirDrop还要快 同样 工作上我们难免会碰到 需要拍摄文档的时候 EMUI的备忘录 有一个文档扫描的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 在其他很多手机上也有 在拍摄物体时 你不用刻意的将相机画幅 对准的刚好包裹住整个物体 它会智能识别出主体 你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蓝线 就可以直接开拍 它能够连续拍摄多张照片 用来整理学习资料论文 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你喜欢书中的某个段落 也可以直接扫描 将文字提取出来进行复制 第七个 多评协同和鸿蒙的分布式理念 多评协同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我们在华为的全家桶 跟大家聊过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专题去看一看 那个聊的是非常多 非常全面 EMUI在我们今年的体验过程中 它的各种升级都表现出来 它非常注重提高生产力 当然有些功能也不是它独有的 比如说文档扫描 这种第三方APP也能实现 但是说到各设备之间的相互联动 多评协同绝对是独一档的体验 它的连接方式非常简单 一贴就可以了 连接成功后 你可以在平板上操作手机 比如打开一个横屏应用 点击扩大 就能以更大的画面在平板上显示 你还可以直接在平板上操作 可以看到延迟已经非常低了 这个时候弹幕肯定有人飞 小米也可以实现 但是你自己去线下面 实际对比一下 你就知道开创者 跟后面的跟随者的差别了 华为的滑动也非常跟手 并且它调用的是 发生到大屏分辨率很明显降低 期待后续有更好的适配优化 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是一台 配置不高的荣耀平板 但是它可以流畅的运行原神 和平精英这样的游戏 这就是我们之前的 华为的智慧屏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聊过的一些 鸿蒙的分布式理念了 它只是通过平板来展示画面 调用的算力来自于手机 这样就意味着 如果你拥有一台华为手机和华为的平板 即使这个平板的配置不高 你随身肯定要带手机的对吧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大屏的游戏 而且延迟非常低 通过这种场景来告诉你 鸿蒙的分布式理念 你对分布式是不是就有些理解了 手机负责运算 平板或者电脑作为扩展的显示器 设备之间五缝连接 它仿佛就像是一体的 如果你的平板是EMUI11 平板还可以直接全屏运行手机的应用 手机切出去逛淘宝刷抖音 两个设备互相都是不干扰的 收到通知时也只会做隐私处理 在手机上显示 像淘宝京东这样的应用 以多屏协同的方式 在平板上全屏运行时 也会直接使用平行世界的逻辑进行展示 我们能从多屏协同上 出探鸿蒙系统的魅力 最后我们来汇总一下 先来概括一下EMUI的优点 它基本不会收到什么广告推送 有各种提升生产力的小功能 多屏协同也非常好用 极具丝滑的横屏动画 但是如果你要让我说 对EMUI这个系统最大的一个标签吧 也好 或者说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是三个字 稳定性 我相信长期使用EMUI的人 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 手机作为一个天天和你打交道的产品 我可以为了稳定性 舍弃掉很多不怎么重要的功能 包括什么花里胡招的动画 包括什么各种比较容易的功能 我都可以舍掉 稳定性是我最看重的 正在使用EMUI11的小伙伴 如果你觉得是的话 请扣1 如果你觉得不是 你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可以扣2 缺点方面 首先必须吐槽一下 桌面下拉只有搜索 而且呼出搜索的动画很僵硬 为什么不加一个下拉库中心的选项呢 这个使用频率我觉得应该还是挺高的 每次用手机都得往上购 非常担心弄掉手机 尤其是Mate 40 Pro Plus这种比较大的手机 录屏的分辨率不高 它有多不高呢 620x1280 如果你觉得这期画质有些糊 不是我们的锅 桌面小组件 打开是直角 缩放是圆角 切换任务时 边角会存在短暂的未铺满情况 控制中心的动画有的非常丝滑 有的看起来的帧率不足 比如开关飞行模式 想换WiFi得进设置 不能直接在控制中心里边选择 等等等等吧 正是这些小小小小细节上做的比较糙 就是说它稳定 就是说它生产力高 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说EMUI很精致 对吧 总体来说EMUI是一个用起来很省心的系统 这个版本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它对鸿蒙分布式理念的一些应用 EMUI11是华为系统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它肯定不是华为系统的最优解 毕竟前有制裁 断供芯片 谁能一定保证后面在软件方面不会碰到各种阻挠呢 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自己的系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担忧 鸿蒙可能会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分布式能力能否得到很好的应用 因为分布式应用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其他生态硬件的配合 鸿蒙的开发者适配能否及时的跟上 成则容易加深 败那可能就是下一个wipe了 但是我们也坚定华为种下的这棵红药树 未来也是无限的光明 在最新的傅一屏之中 有一个关于鸿蒙系统的小彩蛋 下拉刷新的动画变成了一个小球 围绕着一个大球 小球与大球连接就像是设备与设备件的连接 只要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就会和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发生各种连接 各种羁绊各种关联 而正是这些复杂连接组成的这个社会 推动了这个进步 满天星光这是个老梗了 但是就像这些复杂的连接一样 没有人可以熄灭 还是那句话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作为鸿蒙系统的绝对根基 EMUI这个名字可能不会再更新了 但是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在华为的手机上 继续发展继续服务大众 继续发展壮大 鸿蒙系统我们已经新建很多文件夹了 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OK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更多内容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次兵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 记得给我们三连点赞 特别感谢 不关键的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